一片土石从山坡上冲刷下来 满地都是灰色的碎石泥浆 乘客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走在铁轨上 像在逃难 双脚都沾满了烂泥巴 富人手上拿着袋子 后面背着婴儿 地上凹凸不平 差点摔倒 21号下午台铁自强号北上列车 在花莲清水隧道 遇上土石流 列车撞上石块发出巨响 乘客心有余悸 撞击的力道蛮大的 那声音非常的大声 医护人员就往第一节 跟第二节车厢移动 五百多名乘客饱受虚惊 但还是保持镇定 列车里面虽然一片漆黑 但彼此还是相互协助 慢慢爬下车厢 乘客灰头土脸走出隧道 在大雨中搭乘台铁所安排的接驳驱肩车 这起事故造成至少九人受伤 包括开车的诚信司机员 右手肘骨折 另外八名乘客轻伤 还好都没大碍 在台铁人员与警消的引导下 乘客搭乘驱肩车来到新城站 每个人饱受惊吓又脏又累 双脚沾满了灰色的泥巴 接过慈善团体提供了食物跟饮水 先暂时休息补充体力 至于事故原因与损害情况 台铁正在厘清 华世新闻花莲综合报导 哈喽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 YouTube频道